重庆的很多地名 都是依照地貌特征来命名的 像是平 坝 坎 坎等等 另外还有一些名称呢 也是属于重庆所特有的 像是贝 陀 号等等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龙门号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所在地呢 是我们的龙门号老街 那这是一个陈层展的 老重庆人的江湖气息的老街 重庆人所说的号呢 是指江边被气时隔开的水域 昔日岸边建筑随着山坡兴建 才形成现今的龙门号 在历史中这里就是一个外市区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西餐厅 然后有我们的这种还原 像民国时期小洋楼的这种高端民宿 因为我们都可以去看看 我们是可以亲自住到百年的历史建筑当中 去体验这种历史的沧桑感的 城市因为历史文化造就独特的风情 中西混搭式的老建筑 凝聚着城市的风华 已经踏上我们的这个全玻璃的观景台了 是 这里还不恐怖 对 这里还好 到前面去 对对对 到前面去就可以看到了 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长江水 宽阔的长江水 这样流到我们的下游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桥 是叫我们的东水门长江大桥 这座桥也很有特色 它可以同时通过我们的这个车辆和地铁 刚刚听到了 刚刚听到了 对 就是我们重庆人常说的轻轨 轻轨 就是我们的六号线从我们的桥下穿过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的交通 也是很有特色的 这里还能看得到我们的山城的 空中公共汽车长江所到 远处眺望这边就是我们的朝天门码头 就是我们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地方 白天已经很好看 有时候会雾蒙蒙 有时候可以看日出 但是那晚上又更美了 对 我们晚上的夜景 非常非常的美 如果又有咽喉 那简直就不得了了 对对对 那我们一起欣赏着 好的 华灯初上 一切都如梦境般的美妙 这条一山就是新建的老街 拥有将近四十公尺的高低差 小巷 石街 蜿蜒隐身在当中 像我们现在走到的这条小路 就是我们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曾经老街的小路 以前我们南岸区的人民想要 到我们的龙门号码头做渡船 就会走过这条小路 所以我们现在是踩在仙人的足迹上 再一步一步地感受老街的味道 老师我们现在呢 你要带我去哪里 走过这条街 现在我要带你去一个 非常有我们重庆特色的地方 在我们的这个书院里面 好 我们来推开这个书院的大门 来 这边请进 这是一个非常有禅意的书院 是 在我们的城市里 可以闹钟取经的地方 就是我想到就是像这个一修和尚 不知道老师有没有看过 对 就很有禅意 而且我们刚移进了这个景色 然后喝茶的地方 我就感觉这个书院 就带了一个文化底液在一楼 这就是我们围炉煮茶的小炉子 这个小炉子上面可以放茶壶 直接用烫火来进行对茶水的这个 我跟你说 小织女孩特别喜欢这样 除了拍照好又有文化 她妈妈也喜欢看书了 是的 而且我们你看桌子 也是非常有特色 都是用的墨盘 这个就是以前的石墨 我们就把它改造为了我们的桌子 这个地方边喝茶边欣赏到我们的江景 而且这个是石墨 以前做豆浆的对不对 对 就是墨石墨的墨子 真的是很有文化的一个艺术设计 对 我们就是要把历史和现代结合在一起 让大家可以在老街区里面 体验到老物件的更多的灵活的用法 因为重庆人很喜欢吃磨豆腐对不对 对 豆花饭也是重庆的特色 走 沧桑老街展出新生机 你看我们这个黄绝树 在这里已经有几十上百年的一个历史了 它从一棵小树 然后盘踞在这个石头上面 它可以从这种石头崖壁上面 生长这么多年 非常有生机 这就是我们重庆人的很坚韧的一个精神 树根下面就盘踞了一个 以前抗战时期的防空洞 对 因为以前抗战时期的时候 日本的军队对重庆有进行大轰炸 三年的大轰炸 然后所以我们重庆是修建了非常非常多的防空洞 来进行我们的这个避难 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我们的防空洞的遗址 老街巷弄见证重庆的发展变迁过程 如果想要感受过去的城市记忆 可以选择在老街当中的民宿住上一晚 领略不同的文化底蕴 那你刚刚说的民宿呢 我们已经到了 就在这里 我们来 敲敲门 按个门铃 要按门铃 开一下 谢谢 鸡毛开门 对 这边请 这种就是我们闹中取迹的地方 因为重庆市其实是一个很有市井文化 就是大家很喜欢热闹 大家也很热情的一个地方 但是进入到我们这一个民宿里面 好像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 到了一个这样非常幽静的院落 有两栋小洋楼在这里 静静地等待着大家来入住来探索 对 我们现在正面看到的这一栋楼呢 就是我们的海关别墅的旧址 曾经我们重庆的海关就设立在这里 我们的外国商人进入到重庆 就需要在这里来办理手续 进来这里去办手续 对 这就是以前海关办公的地方 那我们左手边的这一栋楼呢 就是我们的新华信托储蓄银行 就是在战时首都时期 有非常多的机构 跟着我们的国民政府一起迁到重庆来 所以在这栋楼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金融机构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在这里办公 民宿保留了历史韵味 并且融入当代生活 此外老记忆也有了新的诠释 刚刚我们提到了古巴鱼十二景龙门浩月 但是实际上现在已经看不到 曾经龙门浩月的景观了 那在这里我们就请了 我们的国际优化大家 陈克之老师 帮我们创作了一幅 新的龙门浩月的景观 这一幅就是它的原作 新版的龙门浩月 以城市灯火取代了江边渔火 至于酸菜米线呢 则是古街里头的老滋味 这栋小楼就是曾经意大利使馆 在这里租用办公的地方 因为以前龙门浩这个地方 它就是很多的民居嘛 然后我们到这个大使馆 跟着我们的国民政府 签到这边来以后 就租用了很多这样的小楼 作为办公和居住使用 是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有了意大利食馆 它最有名的就是美食嘛 就有很多意大利面 那其实这条老街 有很多的西餐厅 也相当有名 对不对 对 我们老街这边的商业的话 它的都是遵循 我们的历史的脉络 来进行打造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西式的餐厅在这个里面 龙门浩点藏了时光 并把城市记忆 用多面视角给呈现出来了 现在我们站在这个里外 巷子门口的这两边 这两个小熊 它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给您讲讲它的故事 像这一只小熊 就是之前20年8月份的时候 重庆不是发洪水吗 对 然后我们这边 就是被淹掉了 这只熊就顺着这个洪水 往下游冲走了 然后被我们的市民发现在下游 站在马路上呆呆地站着 就像无家可归的小朋友一样 对 很好 然后我们这边这一只 是直接飘到了长江水里面去 直接飘到了万州 我们是隔了差不多一个月 才把它从万州的江里打捞上来 找回来 它还是坐游轮回来的 游轮回来 重庆市的安逸呢 源自盖碗茶 杨总 给我们来两杯盖碗吧 重庆人的茶文化 它就是把爸爸茶作为一个社交的地方 那可能以前老重庆人家里来了客人之后 他就不一定是在家里接待客人 可能有些人就到茶馆 大家一起喝茶聊天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老重庆记忆的地方 茶盖为天 茶船为地 茶杯遇人 茶水冲上造就了三才合一 漫步于龙门号老街 传说在历史古迹当中 这儿的一砖一瓦都是故事 而且焕发出新活力 我们刚来到上号 现在是夏号 夏号是新开的 可以看到夏号新造 然后我们俗称叫浮光重庆 然后这里呢 现在变成艺术人文的一个老街 有点像是松山文创源的一个概念 走 2022年的年底 夏号里恢复开街 原有的85栋老建筑 进行过改造优化 除了保留原本的样貌 还增添新的元素 让老街充满了艺术气息 那这里有很多重庆游客 都在这边享受一下 夏号的艺术节 那其实它这边呢 有些角落一定要避去 你会发现它另外一个风景 在巷弄里头拐个弯 就是另外一个景 另外一段故事 就是这个角落 其实呢 在夏号每个老街的地方呢 都有独特的一个小角落 大家慢慢去寻找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 美景就在你的眼前了 你看到这些当时的 百年的老建筑 然后现在他们来吃一些 午餐的部分 那它的艺术新造的部分 就是这个稻草作 然后还原当时重庆人民的生活 那样劳动的一个作品 是不是让你可以感受到 老崇敬的一些记忆跟回味呢 在夏号的青砖救瓦之中 回味着老街的记忆 昔日每个时期的地狱文化 并没有消失 只是用新的方式来呈现了 上号和夏号呢 取决于它的那个 以前古代时候的水力的问题 水往上往下流 所以说在上尾的就叫上号 下尾就叫夏号 然后夏号这个名字呢 其实是古代时期 一个比较有名的诗人叫 舒东坡 舒东坡 对 舒是 他从北京港口 路过此地的时候 然后就有发现江边的水流 然后会有两个龙的那种感觉 它就起名这边为夏号 这个名字就这样来的 然后流传至今 一张张翻修的对比照片 记录着老街过去的繁华跟衰落 如今浴火重生 展现商旅文创一体化发展的产业链 这里独具特色的商铺 值得您仔细的品味 叫《无影门》 好江湖 很适合重新那种江湖气息 是的 是的 但是其实它是一家咖啡馆 咖啡馆 是的 是的 它特别之处在哪里 它是中朝有咖啡 对 他们的主理人就是 理念就是不被定义的咖啡 你可以看一下 他们这些咖啡的配音都是什么 毛根 对 百合 破合 桂啊 甘草啊 重庆特色跟咖啡结合 碰撞出新的火花 让饮品散发另类风味 它有啤酒的口感 但没有一点酒精 这花椒拿甜 好 这有点像台东 你去那种原住民的地方 会喝得到那种特制的啤酒 竹香茶啤 真的是沁啤 真的是 就是会让你一口接着一口 太爽口 除了沉浸在街方巷弄之中 还能够瞬间脱离 换个视角 张老师 我们刚刚说的秘密通道在哪里呢 咱们往旁边看 这个玻璃章子 就是龙毛号楼街的唯一一个电梯 可以给到游客们 从夏浩一直到商星街 到东水门大桥 对 重庆人民很好客 你知道吧 就过年过大节这种 就会把桥封了给人走的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国庆节的时候 我们每个市民 重庆人民 市民都会接到市政府的一个短信 请大家就是不要坐车 就不行 那其实我们刚刚在一楼 对不对 现在又下去又是一楼 对 我们今天的上去还是一楼 是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到哪都是一楼 而且其实我们按定地是五楼 是的 从这出去的话还是一楼 太磨化了 可以感受一下 不会是磨化三层 是的 来 一楼到了 走上东水门大桥 除了可以回望整个龙盟号 还能够一览浩瀚的长江美景 对 对